优优独播剧 20-25日 此番将是演员肖战 继上一年度九成巡演后 连续第二年 单纲殿堂级话剧《如梦之梦》的演出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全国演出市场调研和数据统计分析 《如梦之梦》荣获2021话剧市场年度票房 平均单场票房双向第一 希望这部经典话剧在2022年的演出季能再写辉煌 我觉得《如梦之梦》对于我来说 真的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演员肖战 在首演殿堂级话剧《如梦之梦》一年之后的采访中如是说 确实 入行没几年 就单纲史诗级话剧的灵魂人物 八小时经典剧本 上万句台词 将自己揉碎了融入角色的灵魂 令人感佩的 不仅是肖战作为演员的天赋和智慧 也是精益求精的努力和真诚 更是那份壮实断腕般的勇气和胆识 此次第二年 参演《如梦之梦》 更是体现了这位年轻演员扎身于表演事业 不断精进自己演技的那股决心和任劲 演技或广泛赞誉 助力话剧破圈 肖战 上版的灵魂人物 用他的视角 辗转出五号病人的孤独与悲痛 采访坦言 自己像螺丝钉 时间缝隙变大 不仅如此 肖战曾坦言 每一场演出后 他都会复盘琢磨 并在下一场做相应的调整 演员肖战不断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不断挑战自己演艺的上线 真诚勇敢的尝试与创新 也敢配他在这个浮躁的圈子中 能够始终保持初心 沉下心来 不断精进自己的表演艺术 《如梦之梦》 证明了肖战作为演员的无限可能 作为观众 非常期待肖战 在参演《如梦之梦》之后的影视作品 可以早日和大家见面 在参演《如梦之梦》之后的影视作品 在参演《如梦之梦》之后的影视作品